星雄迪道官方公布了流音的动画PV 制作的非常精彩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是西雄哥 回来首当其冲 我看到有不少玩家在评论区留言说 这部动画有一点像是神族大战虫族的感觉 有那种既视感啊 太对了 难怪萨姆背后还有鞭子 原来他是圣堂武士 所以那句为了女王陛下也是my life for 爱是吧 Commander Carrier has arrived 懂不懂我就问你们懂不懂 来各位恶物仔把太懂了打在公屏上 所以这可能一方面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铁骑 很多玩家吐槽说 为什么他们不飞在空中开炮来作战之类的 如果你这样去想 他们的原形是圣堂武士的话就说的通了 当然星铁是星铁啊 星际争霸是星际争霸 他们本身也是不同的故事 他只是可能中间混搭了一点致敬的元素罢了 因为格拉莫斯铁骑确实在故事背景上 跟Protos有很大的区别 完全不一样啊 就是铁骑你甚至还可以看到Ava呀高达呀 还有就是假面骑士的各种要素 总之太复杂了 要素过多全部混杂在了一起 崩坏星雄提到一直这样吧 就是给人一种一群老宅男聚在一起玩梗做游戏的感觉 那不然怎么被人调侃在一堆彩蛋里面找到了一个游戏 就我们这些老二次元玩起来是特别亲切的 哦不对你们这些老宅男 我只是男子高中生好吧 不管怎么说这一段动画格拉莫斯铁骑大战繁育 命途的这个窒息感啊确实把握的相当不错 完全有一种神族平静最后的力量与虫族血战到最后的感觉了啊 虫群往你扑过来杀死一只又扑来五只的这种绝望感 其实从另外一方面解读 你也可以这样去想他们真的没有用远程武器吗 有没有可能是虫群杀之不尽 导致铁骑们在这个阶段身上已经资源枯竭 不得不转入进程战斗模式 哎我靠他们真的应该朝我去当文案 我这就简单圆回来了 非常有虚空之仪开场的这个感觉啊 区别就是格拉莫斯铁骑是没有来自母星的支援的 他们只能虚无的战斗到最后一刻 我们回过头来说说这个新的动画啊 跟大家说说几个我认为眼前一亮的地方啊 首先首当其冲就是霍塔鲁骑的喘气的声音 这个是我马上注意到的第一个亮点 怎么样我就问你们懂不懂 懂不懂把公屏打在太懂了上 那你们要注意我不是说他喘的很色 所以好我是那样的人吗 我不是至少表面上不是嘛 大家都知道我是阳光正能量积极向上 并且是银河系最专一的十二家频道的主 在看待配音这个行业的时候 往往都是带着艺术的眼光去看待的 在整个动画的过程之中 流音是有很多镜头的 哎我其实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在流音的特效 节奏之后有加镜头什么的啊 这个时候也会不好说 那至少上来之后的成品 我看到动画组的同学是更加努力的去着重表达 机甲美少女的前半部分要素 也就是美少女的这一点很值得夸赞 哎呀你稍稍学一学不就行了吗 你比如说在游戏里面你变身之后 打了两发强化普攻之后 镜头一切第三次行动的时候 切入一个流音在喘气的这个画面 加一个台词我还能坚持之类的 懂不懂我就问你们懂不懂 哎呀什么都要我教 我这么大的也很忙的呀 战斗的设计组啊 这方面要好好向动画组的同学们学习 其次次当其冲 我注意到的亮点就是这一个流音的战友在前场 牺牲的画面 你们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第一时间在想什么 肯定是好浪费啊 就这么一个老婆没了 来被我抓到了 把拆摄像头打在公屏上 哎呦我还不懂你们在想什么 我是银河系最懂的男人好吧 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 并且我相信各位看到这里的时候 估计也是想 哎这里还有一个老婆抢救一下呀抢救一下呀 真不真实是不是真的像有摄像头那样 然后就是流音的一些回忆吗 回忆自己的过去 在帝国里面被制造出来的人形兵器 这里跟神族的设定就相差挺大的了 因为他们是人工生命嘛 我大概讲一下这个设定啊 这些格拉莫斯铁骑 他们是被基因改造制造出来的新人类 不过性质上没有 seed里面的那种调整人听起来这么阳光啊 他们就是专门为了战斗而被制造出来的兵器 并且一开始是没有自己的意识 就包括流音是后续才觉醒了自己的意识了 帝国利用这种生化人类去抵抗虫族 抵抗反育命土局势才慢慢得到了扭转 于是这些铁骑生化人也就成为了帝国的救星 可是在漫长的战线之中啊 这些铁骑士兵被越制造越多 久而久之呢帝国里面的旧人类 也就是自然人天然的人类的比例就占比越来越低 达到了一定的临界线之后 正常的人类看着这些铁骑 如同密集的蜜蜂一般飞往天空的时候 内心就产生了一种恐惧 屠龙者最终变成了恶龙 为了消灭无限繁衍的虫族而被制造出来的人类兵器 在此刻他们自己看起来也有一点像是源源不尽的铁虫一般 怎么样大家感觉是不是有点沉重了 所以我是挺喜欢这种太空科幻剧的 熟悉我的观众应该或多或少都能够感觉到吧 不管是银河英雄传说高达也好 超时空要塞啊 就甚至是三体我也时不时有说吧 然后就是最后的这个镜头 刘云在战斗的最后 随着思想觉悟的升华 得到了毁灭新神的关注 这里是他命途觉醒的一瞬间 我看到有不少玩家吐槽说 这个确定不是风饶新神吗 确实这个表达手法啊 看起来有点像是风饶新神啊 有点可惜了啊 给毁灭新神选中了 要是给风饶新神选中 估计刘云现在会更大一点 我是说治疗量大一点 大家注意最后霍特鲁讲的台词啊 我将向死而生 在台词上面就有一点毁灭的味道啊 这个也解释了 为什么是毁灭新神给了他一瞥 最后就是大概率是因为 艾利尔的预言 来到了附近的卡夫卡 把流音捡了回去 最后两个都一起跟我结婚了 故事就这样非常的圆满 整个动画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并且渲染上也做的非常的出色 仅仅两天时间播放量都已经600万左右了 超越黄泉应该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就由此可见 流音的热度是非常高的啊 在我的国际频道的community下面 大家可以看到 前排基本上都是在夸的啊 说米哈游是被做游戏耽误了的动画公司 要我说大实话吗 大实话就是做动画不赚钱 哪有做六四把手游片刻来的快吗 等等窗外远方有个美少女拿着菜刀 往我奔过来了 没用的我这个是防弹玻璃 并且在评论区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样的观众对流音的流水 是有非常高的期待的 必须狠狠深入 爆炒魔音500小时 呃中文不太好 可以理解啊 那毕竟国际服有很多华裔观众 平时可能不怎么说中文 那个超字就打不出来 魔音四四发抖 我也很期待流音的流水狠狠的流 事实上在阿B的动态下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玩家 在关心类似的同样的话题 据说黄泉是目前皮诺康里 投入资源最多的角色 巴拉巴拉 但是流音的受欢迎程度 似乎超出策划的预计啊 我感觉这个猜测应该是没错的 至少在最早阶段应该是没错的 我们在看官方前瞻的时候 我们不是看到他们在讨论说 皮诺康尼要选择什么样的风格吗 一开始还有争论的 所以流音这个角色 应该最早设计的时候 他首先作为星河猎手的一员 有一定的戏份是肯定的 但是戏份会中到什么程度 潮大概率也是后面慢慢的雕塑出来的 嘿嘿啊 这你看两个人在战斗系统下面的特效 投入的经费就可以看得出来吗 流音的人气他们有没有预料到 也许在某个时间点是肯定预料到了的 但是一开始戏份有没有这么重 有没有想过要投入如此之高 这个就不好说了 这些我们也只能猜 但是我觉得要么就是星穷铁道的设计组 有一点高估了机甲这个元素 对自己的受众的吸引力 要么就是早期已经设计好了 萨姆之后各方面的动作呀 动画呀特效一直没有改 所以各方面的投入看起来就不太顶 但是就我自己的体感来说 我一直这样说的 我说我感觉到的大家的氛围啊 对流音的那种狂热度是明显高于黄泉的 尤其是你要考虑到黄泉上线的时候 他的人物塑造还没完整 他很多故事在2.2 再加上玩星穷铁道的玩家老实说啊 绝大部分其实看起来还是很传统的 喜欢二次元的宅男 我觉得用户画像多半八九不离十的 我手头没有任何的数据啊 但是我会观察社区的现象 真的啊 你在社区随便丢一个星穷铁道的角色人气投票 我相信流音跟三月七会很靠前的 像这种跟玩家之间距离感被拉得很近的美少女 人气是肉眼可见的断档极高 黄泉那毕竟是比较冷酷一点的角色嘛 距离感更多的是不远不近的这种感觉 老实说我是有点意外的 星穷铁道看起来对三月七和流音这种小女友类型的角色 塑造的时候一直都蛮放得开的 就是没有刻意的保持角色与主角之间的距离感 原神这方面就很明显要保守的多了 一直以来给我的感觉就是原神不太希望某个角色的存在感过于的高 只有成功服的语音角色跟主角之间的距离感是比较近的 但是相对的星穷铁道看起来在运营的时候 丝毫不介意流音的人气明显高一级 就甚至反过来再助推这也挺好的 反正不同的游戏有不同的运营风格嘛 有竞争是绝对的好事 到时候看一下谁能够更赚钱一点 谁是赢家到时候可以让市场来决定 当然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原神看得到星铁 星铁看得到原神啊 市场上一大堆的友商都在看 他们都在暗中观察等待着市场给他们的回应 他们也会看到星铁这样做了 原神那样做了 最终哪个市场反应更好 哪一种方式能够更加鼓舞玩家 更加吸引玩家 市场的大手就是在这样无形之中 潜移默化的调整着世界的前进方向 每一个玩家手上的那张票 接下来都会重塑整个市场 时代的东风正在点燃星海 恭喜在座的瓜子命图的各位 你们都将会是这场盛宴的见证者 哦不对 星海是我老婆 你们可以随便点燃的吗 我要好好摸他的雪糕好吧 OK 瓜子都押到这里了 绝对有趣 不要忘记按赞投币 点击转发到你的动态 帮助视频让更多人看到 Ctune一键三个观众频道 后续分享出去可以喊尽量的游戏资讯